中文字幕——YK 所以很难去分开,经过长达二十几年的厮杀,最终决出胜负,西齐胜出,天界方面,由江子雅给各位入榜人士颁奖,送到天庭上班去,其实大家都清楚,这场战争就是天界大佬挑起的,借改朝换代时机,重新调整天界布局, 要说这个调整,最吃亏的就是结教了,几乎是被各方势力围剿,即使通天教主在厉害,也难以抵挡那些圣人们的围攻, 所以江子雅封的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中,至少百分之九十都是结教弟子, 不过当我们仔细去看封神榜单的时候,就会发现,在榜单中真正的强者非常少,来说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,就五个, 他们分别是三肖娘娘云肖,碧肖,穷肖,赵公明,金灵圣母,除了这五位,其余的都比较一般, 还有一部分是死去的凡人大臣和将士,站在天界大佬的角度分析,这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,只要把岗位填满就行,至于人员质量,那就另当别论了, 再说,优秀的人员,要么就被别的教派挑走了,比如西方教,要么就是舍不得贡献给天庭,留在本派,比如产教的二代弟子, 要说在封神大战中,天庭的浩天上帝,其实也发现这个现象,所以他做了一件事,就是找个理由, 安排自己的女儿龙脊公主下凡,参加封神大战,然后让姜子牙给他封神重新回归天庭, 浩天上帝整个做法,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,他是在表明天庭的态度,我家公主都上网了, 你们的弟子比我女儿才金贵吗?所以产教和结教的教主,说什么也要出送一些有质量的弟子上网, 于是大家看到,结教上网了五位高质量的弟子,产教当然也有,只不过耍了点小聪明,让他们肉身成圣, 比如杨简,德扎等三代弟子,逼着分析,要不是浩天上帝的这个做法, 说不定天庭昭州的员工质量还会更低,你说呢? 欢迎留言分享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